进入这个主厅是整个法国十九世纪重要画家的一个回顾 从安格尔·达拉克罗瓦一直到巴比松画派 然后就进入这个印象派 马奈·德加·塞尚·莫奈·雷诺阿·希斯莱 然后一直到梵高庚 他们每个人在一个厅甚至两个厅 沙龙的画家只能在这样的走廊里面 或者跟别的画挤在一起 没有资格跟他们挂在一起 所以在二十世纪在二十一世纪 印象派画家已经成为我们大家对十九世纪绘画的一个主要的记忆 欧美的大博物馆其实仓库里放了很多沙龙的作品 可是在今天他们不太有资格能够跟印象派的画挂在一起 但是一百五十年前情况正好相反 大家知道印象派的话绝大部分被沙龙拒绝 即便入选以后也是放在角落里面 被公众或者被舆论嘲笑 所以当时的印象派要么就是自干边缘受穷 要么就是终身愤愤不平 这就是偏离规范的一个代价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